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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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被视为有条件追倒美国 甚至过美国头 除了日本之外 另一个就是西德 这两个就因为在80年代初期通胀下跌后 经济好 经济好他们就大量出口 通胀下跌回来的时候 美元息也是不断下跌的 经济是相对好 尤其是美国吸了很多钱 美国吸了很多钱 美金就升了 升得很厉害 在85前 85那一刻就有一个广场协议 美国觉得美金升得这么厉害 相当不离他的出口 他想在80年代 出口市场分一杯 当时刚刚是全球货币不挂美金 开始浮动了 开始浮动的时候 发现一浮动 美金升得这么厉害 所以对他的出口很不利 他就去找他主要的贸易货本 当时主要的大经济体会威胁到美国 除了苏联之外 就是西德和日本 当时夹他们这些同一阵营的先进体系去升值 他们会随着美金质值 而是在80年代 美金再次长大跌 所以 etwa80年代 日持日圆 饰价格和西德马克 Wood会大升 在此时初期龄一会有很多资本 快要大距离 几个月coin在20年代 人民币过升值 增值价格于产 1983投资 thornella 货币 里面的楼和股 事后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90年炒贵了之后也是要爆发的 爆发了 初期其实日盈都不是很适应对 也未见过这样的爆发 可以这么说当年 当年的记忆还在70年代 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外制 不是资产泡沫的爆破 70年代不能说是资产泡沫的爆破 那是滞胀 是很长时间的外制 突然间爆破 它怎样反应呢 当时其实 它最初都是有些事情做错了 没有很好的立时减息 甚至是加息、升值 打算将这件事转换 用之前的玩法去升值、加息 去吸钱回来 但当然很快就发现这样就不够了 如果不够的话 那就跟着减息 减息到95年代就零息了 但减息到零息发现 都有一段时间都不够了 因为95年代打后 都好几年一直都是很外制 因为它不幸运 因为那时候刚刚撞着 亚洲金融风暴 减息到零息 有亚洲金融风暴 就变成了它的复苏 就是无奇了 因为刚刚亚洲也重处了 亚洲金融风暴 到近2000年的时候 就开始有些提案出来 就教它做两宽 那时候白银黑 也有份的其中一个 他倡议这个 所谓减息之后 硬硬印银纸 就是传统的理论告诉你 如果减息了 其实你再增加银根也没什么作用 因为息零了 增加银根的目的是浸低息 浸低息 让资金成本便宜一些 但资金成本已经减了 你也没法再跌 那他就倡议了 一条硬硬来的股票 硬硬调到你的钱 是从银红体走出来为止 就是本来你不想消费 不想储蓄的 不想消费不想投资的 只是储蓄的 那便全部推出来了 但是他的实验 首先就是在日本推 2001年3月开始出Q2 但是那个效果也不理想 都是记忆中 因为那时候 2001年已经是 不是亚洲金融风暴 但是已经跟美国一边 都方旺风暴爆破了 就是全球涵入年番的周期收缩 他已经是 不记得第几回合 总之已经去到美国一边 都熟了 他刚刚那时候推 其实也看不到什么效果 结果都是试了几年 记忆中他的量宽 应该是01-06 试了五年左右 但是断断续续 这五年都看不到什么成效 因为他理论上 量宽是说 是压低债息 他是做到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他做到 又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说债息低 但是因为那个通缩这么厉害 没有通胀预期 甚至有通缩预期 你的债息也是会下跌的 那没有量宽 债息也可能会下跌的 那究竟你的量宽做了什么呢 如果你说量宽 就是首先推高了通胀 然后由通胀去刺激消费 其实这个很明显 01-06是看不到的 他没有这个效果出来 但是他做了五年的实验 发现都不太行 几宗应该都是 05-06已经打算收费 那时候停了量宽 甚至开始加息 但是往后日子 九八九都有做 但是都看不到什么 很明显的作用 所以其实量宽只在美国那十年 好像有点用 但是在日本那里 其实是在日本做这个实验 发现都没有什么效果 如果没有什么效果的话 做和不做 可能实质上的分别不太大 但是当然对日本央行的资产 资产负责表就有影响了 你做两宽之后 你那个资产膨胀都这么厉害 那这个数字不是没有看的 那你说实质上 有没有对日本央行 有什么大的打击 或者影响也都不见了 有些行业的搞笑 说它会破产 我又不太明白 这些行业是怎样破产 但是表达好像是一个问题 但是至今是一个什么问题 会带来什么影响 大家都好像不太清楚 也没有什么人说得出 因为它是负责引人资 那你说它有很多资产 或者有很多负责 那又怎样呢 它有此再拥借 那它有 那就是有 那你一个机构说会破产 但是一个印银子的机构 你很难拿它破产 破产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钱还 根据它可以印银子 那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究竟一个央行 那个尺寸很大 那又是是不是一个问题呢 那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在思考的 它其实就看到通胀这样升 或者有很多东西 包括一些实体经济活动 或者股市 日本股市 都是这几年 这三五年 起码都已经看到 有些升回来的迹象 其实已经是一个 一个信号指向 它90年泡沫爆破的 那个清理应该就差不多搞定了 190年泡沫爆破到几年前 应该都 环球是经历了 五至六个经济衰退的 大概有 没有多四五个 即是四五六个经济的衰退 在日本都有经历 那你已经够 够去清理 就是很大的泡沫都清了 譬如说我们看滞涨的时候 都是十几年的事 十几年 你很多问题都应该清得到 照计来说 所以这几年 其实可能是正常回来的 那你当正常回来的时候 又再随便去量宽 那当然结果就跟美国一样了 会制造一个失控的通胀 那当然你现在排面看 它不是很失控的 4%通胀 比欧美的一倍是低的 但是日本那个 实质的经济活动的增长 或者人口增长 其实跟欧美也没有比较 都低很多 所以它对应应该有的通胀水平 也不应该是10.8% 就是说一半可能已经是很高的 那你有一半 就是说4%的通胀 很多人可能是说实质的工资增长 经济增长是零 趋势增长是零 那你已经实质上是有一个 4%入育的情况 那如果他再不理的话 当然 赚钱那些 或者拿着钱那些 会继续在捱 那 可能日本人比较 比较受规矩和客制 不是太倾向上街示威 或者好像美洲那些动不动出来反吵 但是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在 那他也都 长远来说就算没有人出来反吵也好 你对经济的增长也是没有好处 就是过高的通胀 你仍然会消费 就是日本人是有钱的 有钱还能买得起东西的 东西还是贵的 但是如果你一直贵下去的话 那些人就真的买不起东西 买不起东西的时候 就是 就是外面面对的衰退问题 其实你一样有份都会是挺严重的 那如果要收水 其实就应该早要收 就是通胀未回来就要收 但是因为他经历过太长时间 没有通胀 他可能很倾向相信 今次都是好像之前那一半次 印了银子都是没有通胀 他犯了和美国联储局同一个错误 就是过分的海银斯 过分相信流动性陷阱仍然存在 但是这个判断似乎错了 在今次 就是美国错了 欧洲错了 日本都错了 大家都低估了信贷流转 还有那个货币基础 经成数据效应 变成港业货币的效果 那个效果其实很明显是产生的 包括在日本在内都产生的 就是你看到 譬如说港业货币对货币基础的比例 和那个货币流速其实都是快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那个错误其实一早是看到的 但是可能他们过分迷信 海银斯那一套上法 一直都没有纠正这个错误 就是欧美就一年前开始在纠正 但是日本就一直都没有 到现在 其实现在才去纠正 就会很迟 就是含入了一个良难 因为衰退来近了 衰退来近 日本也都不会无份了 因为日本现在都已经不是三十年前二十年前 那个不正常的状态 它都正常化了 就是通胀回来已经告诉你 它已经跟其他国家类似了 正常了 如果其他国家现在面对一个衰退压力的话 它也都不会走得掉 所以我想它实际上 在现在这个位置很难再收税 如果你一收税的话就打两巴 打两巴的意思就是 通胀很可能因为衰退 被删掉的时候 它也可能会接近见顶 那你现在才说扭起通胀 扭起通胀的时候衰退来 这样就过了 结果可能有一个很厉害的通缩 就是它已经错了那么久 现在其实它唯有不理它 但是你不理它 结果就是衰退来的通胀都是会跌 但是未必会跌得很低 可能会跌回去3.2% 我不知道 但是2%通胀对于一个没有增长的地方来说 都是贵的 你如果实质经济增长 譬如有2% 好像美国那样说 它放一个2%的通胀目标 这个是合理一些 它人口增长也有1-2% 但是如果你在日本来说 人口增长是在缩低的 是复苏的 实质经济增长的趋势是零的 那你的通胀目标其实不应该是2 曾几何时 日本是摆的通胀目标是1的 但是现在你说的 你跌回去也跌不到那些那么低的位置 跌到那些低的位置也不会站好很久 可能很快就上回来 那这个就是之前不收水的结果 就是令到那个通胀是 可能结构性比之前高了 其实就很简单 如果印银纸照计货币 供应多了 货币多了的话 那些钱就不值钱了 那大家都钱多的时候 就不用了 不用就放在银行 放在银行收息 大家都有很多钱放在银行收息 银行都不需要你这么多钱 银行不需要你这么多钱的时候 自然不会开一个高的利息 收取你的存款 银行不够钱才会开高息去收取你的钱 所以如果你太多钱的话 那些钱就不值钱了 钱的价值就是 如果你跨时间去保值的话 那个价值就是利息 那如果你的钱不值钱 那当然就是 很难让人给利息 那 那结果就是太多 太多供应 令到那个息口低了 那 你当然如果去到息口 已经是零了的时候 你 进一步增加供应 你都不会零 那个息口是跌穿零的 因为以前是说零息是一个floor 一个下限 这种息口是负这些是近年那些 那些狗不打败的学术想法 就是 硬硬来去制造一个负的名义利率 因为以前 学术上的名义利率是不可以是负数 因为 如果你是负数的话 就是 就是你借钱给人 你不是收利息 你还是给回利息人 就是哪有这么傻子的东西 我借给你 我还要给利息 我还要借给你 这个是不合常理的 但是事实上 在欧洲又发生过这些情况 因为太大一块钱 他也不知道放在哪里 他太大一块钱 他已经是要找仓租 就是找个地方放那块钱 但是当然 如果你一般人来说 我不是大一块钱 我要放仓租的话 我当然不需要放在你那里 佛息 但是实际上 都是有少少这样的效果 譬如说 我不要说你很多钱 不要说你几千万 一百几十万 假设有一些银行说 我给不了你息 我要付息 要罚息 罚少少 我想有些人还会放在那里 如果有一百几十万 你全部拿回银子带在家里 你也几乎 就是拿回银行就被人抢了 拿回银行就被人抢了 就是你有这样的风险的时候 你就付少少息 你就会被人抢了 你对于有几千万 一个银行 一个银行 那些更加 就是怎样拿出来 所以 稍微付息 这是一个技术上的现象 但是理论上 概念上 就不应该有这个付息 所以当你的息口是零了的时候 理论上就没得进一步再跌 就没得进一步再跌的时候 问题就是说你影响经济的其他环节 其实是透过息口的 不是透过银行的数量 银行的数量 没有人在乎的 就是你有一个地方有多少钱 有多少钱 没有人在乎有多少钱 问题就是你多少钱 再进而影响那个息口 影响那个通胀 不是那些息口通胀的因素 才会再进一步影响其他位置 其他领域 所以 为什么说你进一步的银行没有意义 就是说 如果你进一步的银行 你也没有办法令那息口 进一步下跌的话 当然 就是那个 那个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大 但是其实实际上 它是按不下的息 但是它可能会整高通胀 所以它又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影响 就是 你流动性陷阵的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进一步按下的息口 如果你的目的就是想又透过低息 去刺激那个消费或者投资 那你要按下的息口 但是这一步你做不到 这一步做不到的时候 你就唯有整高了通胀 整高了通胀在理论上 在梁寬的理论不是说没有意义的 因为梁寬的理论 它的消费和投资的息口 是说实质的息口 实质的息口的时候就是说 将你零了那个名义 你也减了一个通胀 那你整高了一个通胀 那你减了一个负的实质利率 就很厉害了 其实这个机制就是透过这个东西 就是推高通胀 然后按下的实质利率 按下的实质利率很厉害 然后就逼一些钱出来去投资 但是又是那句了 但是在传统的理论上 即使是实质的一个利率 其实也不是负的 都应该是一个证数 就是你读书的时候画的那些 圈那些R 全部都是实质的 但没有画到零底下 那究竟进入一个实质利率的领域 那个影响是怎样的呢 其实就 我认为舊派来说 那个学理不是太清晰 那实质上你就说 当然实质上是有负利率 理论上 就是想法上 就应该是会进一步推高 那个投资用的消费 但是实际上看到 就 那个效果都是比较参差 不肯定是否做得到 不用看日本 因为它是否YCC 或者是否加息 都不会移动很多东西 很少会移动 变成他们那个 直盘的美元队日元 最主要是看美国做什么 不是看日本做什么 因为它做不到什么 美国反而 它真的可能不够 如果加多一次 可能还要再加都不定 如果衰起上来 它可能会减得很快 变成它的动力会大很多 相对来说 如果你从一个 色差的角度看 你要看美国 就不是看日本 所以日本是很被动的 至于如果避险上来 即是 即是 这是另一个因素 这是另一个因素 因为之前 唯一只有日本的零息 应该过去一年 是有一些套息的东西 是借了日元的 就是过去一年 除非你不入市 但是总有一些人是入市的 有人入市即是有人借了日元 那你借了那些 它会参与回头 但是由于过去一年 普遍的市场都不漂亮 都是跌的多了 所以过去一年 真的借了日元 应该就不会太厉害 所以即使说 避险拆仓 应该也是有限数 那你拆来拆去 也就是1350 差不多 那你记住一个原则 就是说 美国还没加息之前 就是说一年多之前 那个美元来源 应该是81左右 一年多 试过1100试过 但是 就算现在美国减息下来 除非减到零 如果不是减到零的话 不应该拆到去1100的头 那现在你已经跌到 去1300 甚至一二级都见过 我认为 在美日有四、五厘息差 甚至五厘息差之下 其实这个 再向下的空间 不会很大 反而向上的机会会大一点 那当然你现在说 美国是有机会 加完息接着减 那这一个时刻 不是太有兴奋 就是说美元兑奋 是向上的 但是向下 也都看不到太多空间 可以这么说 美元兑奋 扔回来 1300 甚至穿左 其实一定程度上 都反映紧 或者反映左 要拿好一部份 美国结束加息 甚至可以减息 如果一旦 美国的加息周期 要比预期较遲去结束 或者减息 那个狼死的程度 没有预期那么大的话 那其实美元兑奋 上回去 这个是不足处的 所以我想 不需要看得太单变 主要的区间 1300 13.5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日本如果真的这样加 都会的 但是日本不会这样加 因为 刚才都说 日本 也很迟早 看来现在也不太想做 如果你真的说 稍微做一两口的加息 加一点不多 即是类似2005 当时 2006 当时 那么加 其实 一般银行 如果你 动得这么少的幅度 即是四月一半厘 或者一厘内 其实应该就不会 对它构成什么威胁 就是美国 欧洲出事 因为它短时间内 扫了三四厘上去 这是很显而意见的影响 但日本应该看不到这件事 有没有 对 都会有什么 不得了 不得了 要不要 回头 就不得了 或许啊 我应该看不到 以来 下半年 cringe 有什么